大家好,她是阿芬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見她呢? 今天芬師傅要示範 我記得曾經有網友說過 想試一下快鏡,看看芬師傅 把牆壁不平,批到平的過程 所以,我將會一會兒開快鏡 一邊拍著她,直到她批在腹腸為止 剛剛停機了大約10分鐘 因為,我們這樣粗粗批底之後 就要讓它收新的 不然,你就很難批得厚 所以,阿芬師傅就輕輕刮一刮 一會兒再補多浸上去 而兩邊的柱頭就是今早就批了 所以,硬硬地可以用來做棋水的根據 跟著她們刮牆壁 什麼? 我想,這是什麼? 打開,但是還有一遍 再接著,我爭修的 這次先... 鴨子 從啞仔 把麵包刮完後,就開始放大熱浸上去 你留意分師傅的手法 基本上你一上來那一刻是要向上推的 因為如果你向下推 就可能要反彈,掉到地上了 製作忌廉 製作忌廉 鱼肉 補完後又刮過 現在再補充一下 因為這幅是專長的水分散發得比較快 所以就快點收身 如果這幅牆已經油了防水 或是石屎外牆相對等它收身的時間 就要更加久了 就要更加久了 就要是炒成油 很快 就要是水分散發 煮得再炒成油 炒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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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現在過完第二次,腹腸基本上大部份都可以了 這個時候就看看裡面的小塊還是不夠的,再補一補它 當然正常就不只做一幅小牆,正常是整間,粗粗地拍完後再整間,粗粗地拍完後再整間去撿 現在阿薰師傅或者我拍攝的關係,就只做這一幅小牆 鍋夾是精靈的,薄餅跟薄餅牛脂酪的方便 煮起鍋,酱油,皮煎,酢,薄餅 油,酸酪,米麺,乳酪,果酵,酢醬,こ哪一模 切面,薄餅,油,柠菜,酒,手,調味料 沸醬,玉米,餅,鮭,酢,收 drink,雞,金濃醬 可以切一下脚 還有有時候它的邊邊角角的位,可能有些小的位置凸起了 你還要這樣刮一下去撿回它 不然永遠都會頂住你的 還有零醬小的味道 旁邊 有一點焦,再煮一煮 起火了嗎? 可以了 以癡仔來講,就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做油漆,就用光瓷再光滑一點 就是類似這樣,當然是要等它再收身 再加一點水,去光一光 再找一塊海綿再搓它 如果是做油漆的話,做泥水就做到衣 這樣就已經夠了 我們另外介紹它的工具 拿一下灰板來吧 這塊就是泥水灰板 多數都是膠的 以前多數都是木 跟油漆的那塊不同 給我一個批檔尺 而這一個就是泥水的批檔尺 油漆就是梯形的 泥水池就是四方 還有它是厚很多的 這塊鋼片 我們那些是一塊鋼片 它是很薄的,有彈性的 做批檔它這些就是一塊硬的鋼片 再加上這支又叫鋁壓尺 就時間每間五斤店都可以賣 就是這樣